君哥来了 牛牛皮炒豆 给老车 是这种上海母子吃的一些经济的比较质 女人呢 是用牛牛皮或者牛牛丝来做 经常用牛牛米来做老车 鲜香更浓郁 不为了 诶 这么丁 炒豆要烧的好吃 两个关键点 第一 所有的调料撒在上面一起翻炒 这样的话速度更快 老式的酒香炒豆 它必须要有酱油 第二 油一定要多 油多炒豆吃上去更加的嫩 快速翻炒 炒头瘪掉就可以出锅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主角 这个是安格斯的古寺牛肉 来自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配料表非常干净 旧牛肉两个字 这个是牛胸和牛排的部位 打开以后千万不要去洗 你不要以为它这个是血水 其实它这个是鸡红蛋白 它有过无菌处理 你洗过以后呢 它的鸡红蛋白还会流逝 嗯 很香 没有任何的辛酸味 来上一个鸡蛋 把鸡蛋清放下去 鸡蛋黄千万不要扔 来上一点老抽 糖 盐 胡椒粉 我们把它打散 加上少量的水 把它搅拌到全部是颗粒状 水完全的吸收了 咱们来加上少量的淀粉 最后封上少许的油 保证它的汁水不外泄 而且哦 这个东西现在价格也很便宜 这样大小的一包 13包才99 也就是说7块多钱一包 现在开始来炒制 咱们把牛肉下去 把它划散 把牛肉末呢 完全炒成颗粒状 不能让它结块 把它均匀地铺在炒头上面 最后剩下那个蛋黄 窝在这个牛肉的中间 牛肉扒炒头就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这道菜不错 请给我点个爱心 转发给更多喜欢做菜的朋友吧